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今天的論壇 我們今天這場論壇的主題是關於烏凱 我們是口向的論壇和三黨不定媒體 第一也一起來合辦今天的這場活動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場的討論 是因為 雖然烏凱事件的起因 和這些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鄉村維權事件 其實起因是大同小異的 它基本上都是農民和統計的矛盾 還有村民的腐敗 其實原因它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但是結果呢 就的確是有一些不一樣的一方 那烏凱他後來成立了他們的村民資質委員會 後來在經過三個月之後 在去年的2011年的12月尾的時候 廣東省政府算是基本上承認了 這個村民資質組織的合法系 有三黨媒體稱它說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首次 承認這個民間組織的資質組織的合法系 不管怎麼說 反正烏凱事件它一定是有 從這個抗中的意義上來說 一定是有它獨特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就請兩位講者 跟我們分析這個事件 他為什麼會有害害這樣的結果 這中間有什麼偶然的因素 有什麼必然的原因 那還有就是穆坎的這種經驗 是不是可以推廣到其他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可以借鑒的意義 我們今天的講者呢一位是張傑平 傑平是現在是在陽光時務 陽光時務的記者 他之前曾經在亞洲湯工作過很多年 是很資深的媒體人 在亞洲湯做過很多很有影響力的報道 那現在在陽光時務 他這一次是三次 幾十三次去到烏凱 對 是十一十二月這兩個月是嗎 對 對 那從烏凱事件之後呢 他三次去到烏凱 那有一些最現場的一些觀察和感受 等一下接聽會來和大家分享 那第二位是葉英聰 中濃市香港鼎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講師 這次文化事件他也很關注 其實在這一年對於中國農村的 這個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 他也其實很有興趣 也做過一些典演調查 那等一下出後會不會我們來分享 包括像前兩年的廣東泰時村的一些維權運動 我們和今天的網站做一個對比和分析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就跟你先來談談烏凱的狀況 好 我可以多謝父親和投參 然後我常不是一個嚴肅的人 對嗎 那種烏凱事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然後 然後 其實 其實為什麼大家就會 就是烏凱事的社會這麼的不一樣 而且 在國內媒體整個幾乎沒有聲音的情況下 他依然引起了這麼多的關注 就在我個人就是在中國的一些尊重採訪的經驗來看 他確實是 就是直觀上感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就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種直觀上的感覺 比如說烏凱事件剛出來之後 當時媒體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兩個聯想 一個是說那個烏凱事件 就是海洛峰這個地方是當年那個 1920年代 最早搞革命的地方 然後就有很多人講說這個革命的傳統 在70年後 80年後開始延續了 然後另外一個聯想是 海外媒體就是 《紐約時報》當時報道烏凱事件 說烏凱是 就是《掌握二雲開》 說是延續了 2011年整個這個 辭成大陸的這個這個潮流 在《掌握》了開羅 《華爾街》之後 中國人好像也 《掌握》了《烏凱》 就這兩種 那它其實按和了某種 也許是歷史上的潮流 這樣 所以所以它 《烏凱》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生 整個特別的有異 然後大家事實上是怎樣呢 我們當時去的時候也是懷著很大的好奇 因為當時吸引到媒體注意的是 11月21號一次非常大的 然後和平的 應該說是非常誇張的一次遊行 當時很多網絡上的照片都有出來 就說他們舉著旗 然後打著反對股財 然後要還我土地 什麼打倒貪官之類的那種 非常直接的標語 然後和平遊行了一整個上午 遊行到盧峰市政府門口 再回來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規模 就這個中間沒有遭到任何阻攔 然後他們遊行的那個雕魚五顏六色 然後甚至還請出了神仙在前面打頭陣 就整個這個過程就非常的超現實在中國看來 然後而且它在網上成功被公開了 我們當時都覺得說 這是不是廣東 開放大家就是承認大家合理訴求 以遊行為的合理訴求方式的一個方法 但是然後我們就去看 然後發現其實不是這樣子 就這個事情跟大家想像 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們公開這個事兒應該最早 我不知道大家應該來的人應該都很清楚這個過程 就是最早應該開始從2009年就開始了 然後2009年開始於幾個年輕人的上訪 然後一直到2011年 一直到2011年的年底 就是慢慢的發展成一個四五千人的遊行 然後直到跟政治談判 這個過程就是今天最有趣的插在這個演變過程 2009年的時候這個事兒最早起來 因為烏坎的土地問題還有那個村官連任的問題已經持續了 村官連任的問題已經持續了41年42年了 然後土地的問題持續了 它從1993年就開始有這個賣地的事情出現了 然後為什麼到2009年的時候突然開始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就說2009年的時候是有一個村裡面出現了一張傳單 那個大概是在四月份的時候 先貼到那個就是村裡變村東市 傳單上就寫說我們這個村東土地被賣了 然後我們沒有拿到錢 大概全村的人大概平均每個人一共才拿到了五百塊錢 每一個人這樣 然後就說我們要起來抗爭 就是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等等 就大概有一個傳單大概標題叫像土耐的出關 拜土地之類的 然後它的落款是一個叫做愛國者一號的匿名者 然後留了一個自己的QQ號 沒有留任何別的信息 然後根據這個QQ號 村裡的大概就有六七百個 就後來能夠統計到的時候 六七百個年輕人至少是有QQ的人吧 然後加了這個QQ號 然後他們在網上形成了一個叫做 烏凱熱水青年團的一個QQ群組 然後最早的所有的關於烏凱土地問題的討論 都是從這個烏凱熱水青年團的群組開始的 然後一直到2011年 在這個過程中這個群組的人 大概發起了11次上訪 然後上訪了14個部門 就從陸峰是一直到上尾 是一直到廣東省 然後就到廣東省為止 上訪了各種不同的部門 沒有任何結果 然後到14個部門之後 2011年他們終於忍不住了說這樣下去不行 但是其實在這個前這個階段的時候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十幾個人是最活躍的他們在中間 想要來為村民爭取利益 但是還沒有引起整個村的關注 然後當時其實這個比較有意思就是說 他們就在想說怎麼樣可以吸引到整個村的人 大家都來關注這個事情 不要是他們單槍匹馬的作戰 然後他們就在2011年的7月初期 農曆7月初期這天 這天是當地一個神仙叫做珍修仙翁的生日 這個神仙是只有烏坎才有的 不是說曹善 只有烏坎這個村才有這個神仙 而且這個珍修仙翁的生日 在當地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就是說所有在外面打工工作的烏坎人 可能都會回來 然後他們就在這一天之前 在村裡又提了一次傳單說 大家在這天的時候開村民大會 討論一下這個土地問題要怎麼辦 然後因為傳單是公開貼出去的 所以其實沒有成功 因為所有的政府認為可能會 就是主事的人都會提前打了招呼 你不要出去 大家不要來參與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這7月初期的這一次的 想要凝聚更多力量的努力就沒有成功 然後村裡的年輕人其實是 就他們跟我的說法是用一些非常有趣的方法 比如說他們 他們開始先找大概村裡一百個左右 這樣子窮人 就是說他們覺得跟政府 一直以來都不太滿意跟政府 然後家境也非常不好的窮人 然後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希望通過他們的結合 然後吸引更多的人去聚合在一起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群眾運動的特點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開始就有一個先有一個人群的聚集 然後慢慢的才能吸引到更多人的聚集 其實他們又一次就大概是 從這一百個人開始接受通告說開聚集大會 但是這一百個人是必告的 他們通知這幾百個人的方式是 挨家一戶的去打電話 以及挨家一戶的上門拜訪 而不是通過以前的網絡連接的方式 因為他們發現那樣不安全會被監控 然後大概就是到9月21號那天 先是這個將近一百個人 出現在了那個村民大會的場地 他們在熱烈的討論 然後就吸引了村裡邊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來圍觀 結果這裡一下子的人群就都起來了 就知道說這個事情很嚴重 我們已經上訪了 11次都沒有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市政府門口集體上訪 然後就一直延續到了 後來就爆發了那個大規模的遊行 以及第二天的警員衝突 然後這個事情就慢慢的發展到 後來大家知道的樣子 就是從9月21號到11月21號 然後一直到12月21號的談判 在這個過程裡邊 其實因為我自己比較關心的是 他動員和抗爭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跟以前 面對相似矛盾的村莊所採取的很不一樣的 很不一樣的方式 使得他有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他們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組織 而且那種組織是非常理性的組織 就是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明確的分工 我後來有一個文章有寫到他們有 就所謂老中心穿蓋的這個結合 他們有一個組織者叫林祖羅爾 新聞上都已經非常熟悉他 他是一個67歲的 今年應該已經68歲了 村里面非常責高望重的一個長者 然後由他來寫 他是9月22號才出面來寫一條烏函這件事情的 之前村里人並不是都認識他 但是在9月22號寫零出土之後 他站出來有一個演講 那個演講吸引了村里非常多人的重視和尊敬吧 他就說我們要為村里人討個公道 然後他站出來主持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由原本的烏函熱血青年團 就還是一幫80後90後的小孩來主持 負責這個事情的傳播 跟媒體聯絡 公關新聞等等 他們在當地被戲稱為WKTV 就是當地的烏函電視台 然後另外就是村里的理事會 理事會是在9月22號遊行之後 他們選舉出來的一個村里的代表機構 這個也是他組織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說在9月22號這次起事之後 村里面其實是村委會 原來的村委會 似乎屬於被打跑來的狀態 就是村里基本上兩三個月 處於一個沒有村委會來組織的狀態 然後他們通過自己完全自發的投票 產生了他們新的村民的臨時理事會 大概一共有13個人 他們先選了117個村民代表 從這個村民代表裡面 選舉產生了13個人 然後由這13個人來主持村中之後的 大大小小的事務 以及負責跟上級政府談判 然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村裡的理事會的主要成員 大概是平均年齡大概在40歲左右 是村裡的大部分都是出外做生意多年 然後回到村裡的一些滿有影響力的 在各個性質中間滿有影響力的人物 然後大概這老天青三代的結合 你就可以看到在烏坎 佔據了媒體視野的這幾個月之內 你幾乎可以看到他們非常完美的配合 就是基本上媒體去到烏坎以後 你首先幾乎不用自己去找什麼材料 就是基本上你去到那兒 然後就會有一群年輕人給 算一大堆光碟給你 把他們過去幾個月所有的 他們自己拍的視頻資料 然後他們過去幾年對那個村民的採訪 然後他們的所有的上訪材料 全部都整理得特別好 這樣幾個光碟給你這樣 然後我們一開始記者去的時候 甚至碰到了他們專門為記者準備的遊行 就是他們就是 我們本來計劃是1點鐘 中午1點鐘應該到烏坎了 結果4點鐘才到 到了以後那個一下車來接我們的村民就說 我們已經等了你們4個小時了 然後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是什麼意思 然後去到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是全部的村民都 大概有三四千的村民排隊排在村門口 各個拿著標語跟紅旗等著喊口號 就等著鏡頭對準他們 結果我們的鏡頭一對準他們 他們就 就立刻就是一步已經等了很久的樣子 就是啊終於來了 然後就開始喊打倒參觀 喉我土地之類的 然後我們是4點鐘到的 然後當時國內有的一個記者 三人生活中 跟那個記者是晚上7點鐘到的 就是我們走過去之後呢 村民並沒有散場 他們在等著三個小時以後 另外一批記者來 就是他們是非常有意識的 向外面傳達我們要什麼 我們現在是什麼狀態 就是他們這個意識非常的強烈 當然這個應該是跟村民 所以年輕人從天泡在網上 發微博發QQ和了解外面動態 是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整個這個採訪 我想有點亂 整個這個採訪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 嗯 其實不管是去那裡 後來去那裡考察的學者 還是去那裡採訪的記者 其實剛到那個村裡的時候 壞人都是處在一種比較被動的狀態 其實這個村的村民是非常非常主動的 在爭取他們自己的權利 並且他很懂得利用 運用各種各樣的策略來幫助他們 爭取到自己的權利 包括他們內部的組織 跟他們對外部生命的各種借用 就這個是非常的強烈的 不像 這就是為什麼像比如說 租盤事情之後 海門同樣也出了事兒 越東的很多的村莊都出了事兒 但是你就完全沒有這種清晰的組織 組織力量的出現 那一旦沒有組織力量的出現 你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你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就很難規避暴力事件 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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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有強有力的談判 隊伍去跟政府去去去去博弈 跟那個哪怕是剖協 就是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感覺 在烏韓特別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吧 就是從抗爭的這個方面來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對剛剛固定也提到 香港媒體提到說 這是共產黨六十年來 六十一年來第一次承認這個 這個村民自治組織 其實這個村民自治組織 這個事情在中國 一直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 它其實從八十年代開始 從廣西開始 然後就已經 就其實在中間的高層 比如當時的黃毅珍 從1982年推動 村委會是群眾性的自治組織 這件事情 是把這個條款寫入憲法第111條的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其實是共產黨是承認 村民自治組織的存在 並且它的合法性的 但是它一直沒有成為一個 完整的法律 推出直到1998年的時候 推出的一個叫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但是它是以組織法的形式 來承認說這個 村民委員會這個組織 是要怎麼去工作 但它依然沒有一個 成為的法律去詳細的解釋說 村民自治制度應該是怎樣 在這個過程中間 你去看那個立法的過程 其實是有一個特別 大概持續了二三十年的爭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解決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一定感覺到 國家是非常希望推動這個基層民 所謂的基層民主 從民自治開始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個爭論最大的點 就是這個村委會 和黨支部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在村裡邊究竟是 民選出來這個村委會究竟是 聽上面的還是聽下面的 這個問題一直爭論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他們學界管這個問題 叫做什麼村民自治領域的 哥德巴赫猜曉 大家就沒有辦法理順那些事情 所以在烏凱這個事兒 他的指標就是 應該說接判性意義在這裡 就是說他幾乎是用權力抗爭的方式 逼迫上級政府承認他們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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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於村委會的這個 臨時理事會的那個 自治 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並且承認他們是對群眾負責的 而是被群眾負責代表群眾 向上級政府進行國異的 這麼一個功能 而不是 而不是一個上級委派的功能 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還是 就是現在烏凱的事情 還在進展中 所以這個過程還很難講 就之後會怎麼樣 現在烏凱的狀況大概就是 解決到一半的程度吧 基本上當時村民代表提出的 三大要求在 十二月二十一號那天 獲得了官方的口頭承諾 一個是說 歸還雛錦國的屍體 一個是說 釋放那些已經被抓的人 第三是說承認這個 這個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那現在 雛錦國的屍體還沒有歸還 然後放人是放了 但是放了的人 他全部都是以取保候審的名義放的 也就是說他們還是犯罪嫌疑人 然後隨時要接受哪個上級政府 他如果就是公安部門如果覺得你有問題 可以隨時把你再招回去這樣 然後至於承認這個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就是說理事會的合法性已經被承認了 但是現在要重新選舉村委會 然後村委會什麼時候開始選 這個村委會和這個新的黨支部的關係又是怎樣 就似乎還是會陷入這個對的萬惡太像 然後至於薛錦波的屍體 就是對當地村民來說 應該是烏坎村現在跟上級談判的 唯一的一個握在村民手中的寵法 但是還是非常非常的艱難 因為薛錦波的家人並不能等那麼久 就是按照朝善當地的傳統 他這個死者不能入土為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他們是一定不接受火化的 然後尤其是要通過春節 就是據說薛錦波的母親是已經 情緒上已經硬硬崩潰了 就基本上說 他曾經說過就是只要把這個事情 還回來就怎樣都可以 但是薛錦波的其他家人是不願意這樣 他們覺得還是一個公道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過程中 按照我們政府的一貫的做法 只要拖下去 你簡直就 這個事情就幾乎一定會被拖成功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所以這個事還是很難講 就是烏坎的動向 我們一直都在蠻密切的關注這樣 然後 我本來想講一下那幾個青年 那幾個草根領袖 但是那些多人 不然要不然 請先講一下 好 就是那個 就在烏坎整個事情的過程裡邊 我自己覺得 烏坎這個事情有它的必然因素 就是說它的必然因素 就在於他們面對著 中國六十萬個村莊 都普遍面對著一個矛盾 就是說這個爭執的問題 就是人家以前有一個學者分析過 說在二十五年以前 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徵稅 是稅務過高的問題 但現在已經變成了徵地參鮮的這個問題 烏坎也是一樣的 就是從這個村莊賣地 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現象 然後另外 另外 這是烏坎都跟中國其他村莊 有奉利的地方 但是另外 烏坎之所以 可以成功 它的組織性 除了這個村莊保留的 他們的組織性 其實很多是從這個村莊保留的 那個中毒力量中間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個人認為是偶然因素的 就是他們村裡的這個 成為草根領袖的這個人物 在任何一場運動或者是革命裡邊 這個領導者的素質總是可以決定 基本上對這個運動起個決定性的作用 在烏坎其實也是這樣子 也就是他們這個67歲的這個人組聯 還有他們理事會的會長 這個叫楊特茂的42歲的中年人 還有一個年輕人 20歲的張建新 還有其他的 有一群年輕人們應該說 他們這幾個人的 心靈的個人特徵 幾乎決定了這個運動的方向 比如說他們其實在內部來說 對外人來說很難想像烏坎松的 為什麼這麼團結 因為在任何一場設計 由利益訴求開始的運動裡邊的話 其實很多內部的管理者之間 首先會出現分化 尤其是上級政府來分化運動的 輪導者是上級政府很常見的一個策略 但是在烏坎他們並沒有成功 其實烏坎用他們分化起來 也是有非常多的所謂的間隙 眼線這些人物混在其中 但是他們從9月份一直到12月份談判 他們整個的過程都是非常非常 就是在那個村裡會覺得非常非常團結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還蠻擔心說自己被 比如說民主卵或者是他們那些年輕人 給迷惑了視線 會覺得我們是不是跟他們走得太近了 其實村裡的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後來我們出去了 然後就在村裡晃蕩了好幾天發現 真的是就是驚人的團結 你去到村裡邊每一個店 然後那些店裡的人聽說你是記者 就會非常熱情給你摘一堆糖啊 倒水啊 然後就說你這是我們的地心啊 就會非常的 就是眾志成城化那個感覺是 然後這個東西跟民主卵的威望是很有關係 因為其實很多村裡人並不是太搞得清楚 他們要的這個土地 他們村的土地究竟是什麼狀況 以及他們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說是要解決土地問題 後來怎麼就變成了要承認村民委員會的自治 這個在普通村民來說 他們其實並不是太能太搞得清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民主卵是在一次一次的村民大會上 通過楊森茂或者通過他自己一次一次的跟村民解釋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把一個對經濟利益的抗爭 最終引導向對政治訴求的抗爭 而這個為什麼才是決定性的 他幾乎說服了村裡面大部分的人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家在之後的遊行裡面會一次一次的非常 每一次村民大會都非常團結的要去喊一些口號 包括說要民主集會 要反對獨裁等等等等 他們覺得只有政治訴求的保證 才可以保證經濟訴求最終的實現 這個是跟林祖蘭本人的威望很有關係的 而他的威望幾乎 他的威望應該是形成他們個人經歷了 林祖蘭自己是一個退伍軍人 他是六十年代當兵 然後七十年代的時候就在烏坎村當了村幹部 然後八十年代的時候 然後繞過他們當地那個什麼經濟開放區的區長 然後下海經商 那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就村裡面的老人對他都很有印象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清廉的村官 然後他基本上他自己說是他是看不慣這個官場的腐敗 尤其是當時剛好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 就是其實在廣東 就像葉老師有提到這個中間 八十年代廣東沿海開放地區出現了非常多的經濟機會 而且非常多的村的官員力利用這些機會 讓自己迅速地復了起來 就是這是領主的兒子 看不慣了 所以他當然他下海經商 然後大概就是二十年不問世事吧 一直到了2011年9月22號 然後看到村裡的人被打 然後他才站出來說話 他的一段演講反正吸引了村裡 跟幾乎絕大多數人的 贏得了村裡絕大多數人的尊重跟敬意 包括是楊科茂還有張建新這群年輕人 他們也都是那個時候才認識他們口中的領導先生 並且就基本上是堅定的團結在他周圍 然後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一直覺得是這個90後 像以張建新為代表人物的 但他顯然不是唯一的一個 就是以他為代表人物的一個90後的群體在村裡 你會看到他們的一個主要的工作房間裡邊 每天都有五到六個多的時候 七到八個90後在那裡上網 然後持續的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值班 從我網上收集資料 以及向網上發布 烏函的最新的情況和信息 他們基本上是不間斷的在QQ不間 在微博然後在FuQ群在他們可以翻牆上 Facebook推推的那邊不斷的更新 他們看到的信息他們的話講的分眾 打一場新聞仗 因為在今晚媒體沒有介入之前 基本上外界獲得烏函的消息源非常有限 就只有像廣州日報啊然後南方日報啊 什麼什麼新華社然後發的全部都是通稿 都是來自五幕公司委宣傳控的大部分的其實是假消息 所以最初的信息其實最初把媒體吸引到無感的信息 都是來自村民自己的法房 他們自己自費買了專業的攝像機 每天去拍攝對聯發生的更大的事物 然後他們買了對講機買了電腦VPN 然後就是總之是非常專業的架設起了一個信息的 信息中心吧 這方面也叫做無感電視台 然後基本上 而且他們有非常強的這種 什麼樣的信息是 是對內發放是最有效的 什麼樣的信息是對外發放最有效的 這種這種歷史 他聊天的時候會覺得說這幫 這幫你覺得是九年後的年輕人 當然他們比事實上比楊克茂這樣的中年人 比林祖蘭這樣的人 還要非常了解外界世界的動態 以及外界世界想知道什麼 他們可以提供什麼 什麼樣的信息可以引起最大的反響 他們幾乎是在這個過程中間非常 用到主動權 然後所以可能才會有最後正面熊 就是那個上委市委書記正面什麼那個 那個所謂的第一個定性就是說 這件事情是境外媒體介入以後 改變了事情的性質 然後什麼爛媒體之類的 什麼母豬會上司機什麼之類的 對他們其實惹怒他的 我相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他自己其實在講話全部也提到了 就是說這個村裡的人 向村外的人提供這些 他們所謂的別有用心的這個 整個數據跟採訪資料這樣 然後但是對事實的真相的公布來說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整個整個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但現在講得了 然後那等一下我等一下交流的時間 那請問一下 我看著那個表情是 因為我 因為其實我很少用普通話來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講話 然後越講越亂學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烏坎這個事情 對我最大的 我先講一些我對這個事情的感覺吧 然後再說一些跟我自己 在一些田野考察裡看到一些東西 跟烏坎這個世界的一些比較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蠻有一個歧視性的 因為我覺得是對我們中國 現在中國的很多的知識分子 的一種話語的一種草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幾年 聽到很多知識分子拿在一起 其實呢 其實不是這幾年 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習慣 喜歡講這個 整個中國的酒下 以前我還記得 就是念書的時候 那個那些人很喜歡說 中國往哪裡去 對中國未來 是吧 然後呢 就會談到什麼 到底我們需要革命啊 還是改良啊 然後要激進還是溫和 就有不同的版本吧 比如說 在烏坎村的事件 不久之前 就有孝鼠講的那個 師父主義 是吧 你應該在座很多人應該聽過嘛 就是不受別人的病 不冒犯官方的習慣 不挑戰官方的知識之缺 不挑戰官方的合法性 對 然後呢 有一些又說 就說我需不需要革命 還需要改良啊 等等 我覺得這些問題 這些題法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就把它放在烏坎這個事件裡 看 比如說 到底什麼叫溫和激進 假如你用烏坎村的事件 跟其他的一些 類似的事件來比較 你會發現 其實呢 行動的激烈程度 不一樣 其實產生的結果也 也是很難說的 最明顯的意思就是 05年的太石村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呢 其實太石村裡面的村民呢 是 相對來說是蠻溫和的 他們的行動 他們只是 他們做的最 他們最主要是 進行一種比較 是從法律上進行鬥爭 就是 連署簽名去罷免這個村官 然後呢 再激烈點就是 有一群婦女就 站著那個財務室 就這麼簡單 那結果呢 他們當然知道 那最後都被 被鎮壓了 這個事件 嗯 當時呢 你會看到 烏坎村的村民呢 有去就是 他們 當然也 他們也是佔領了這個 村裡面的村 村委會啊 這些 這些辦公室啊 但是呢 他們同時也去 我們看起來就 看起來 我們都覺得很害怕 他們去了那個 善維市 去那個市政府 還跟那個 警察發發衝突 然後 這個 還丟石頭 還搬停車 等等 這些 我們都覺得是 滿激烈的行為 完全是違反了那個 校署的那個 事故主張 是吧 所以呢 那當然 結果是怎麼樣 我也不 不覺得 就是 越激烈就越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 其實烏卡村 剛才 前面也說了 其實這個事情 已經 只到了一半而已 然後還有 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 但是至少是有一個 有人說是小勝利 有些人是說是搶勝 因為 至少有一個村民死掉 但是呢 我覺得 這個 到底你的行動的策略 或者是行動的激烈程度 跟你的結果是 其實之間的關係 不是一個甜欲 不是 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 要怎麼做呢 其實不是我們這種外面的人 去指東指西 這樣指點加三 根本在這個運動裡面的人 才 才能說 到底 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不是我們可以 想出一個總體的策略 給整個 中國的 維權運動 要好 整個中國社會 去 去遵守這個做法 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來說是蠻有其術 我覺得 應該要改變我們 我們的 特別在知識界裡面 怎麼去談中國 談中國社會的一個 談法 我自己呢 是一個 教書的人 教書做研究 也在香港參與了一點點的 社會運動 所以呢 我 對我來說 我蠻 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不在於 到底 從這個 這個個案 從這個事件裡面 去看到你中國 需不需要革命 或者需要改革 可是我覺得 會看到 到底 在一個 在有地方性的 抗症裡面 有什麼 有什麼 共同性 或者說裡面 有什麼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 感興趣的 其實我 我 我之後要講的是 主要是根據 烏卡的 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 05年的 太時春 還有一些 我在04年到06年 曾經在一個 在東莞 也是廣東省 東莞裡面的一個 小村落裡面 去做的一個 田野調查 裡面也發現一件 就是比較 像對 烏卡春跟太時春來說 是比較小型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維權的運動 不是那麼 那麼小 不是那麼大規模 而且也沒有新聞報導過 但是呢 其實那個 它的那個 內行也是很相似 就是 基本就是 村官要把 這個 村裡面的土地 要把它徵收 然後從中 就 拿了 然後 同時也是 在中國的農村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 香港是不一樣 跟香港的農村 新界都不一樣 就是 中國的農村 它還是有一種 集體的制度 在裡面 就是村民其實 名義上 它是 它是擁有這個 農村裡面的土地的 當然 這個是名義上 那具體要怎麼做呢 具體是要 透過村委會 村委會的主任 會有很重要的一個 權利 但是通常都是 這個 但是在 很多地區 特別是沿海地區 像廣東啊 或者說 火車可能 湖間也會這樣 多 那種地方 特別是 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它通常都會 因為土地的價值 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這裡 就會出現一個 非常大的 一種 利益上的矛盾 特別是 越 就是越 越近這幾年 所以越來越嚴重 因為 土地是一個 非常 在中國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一種資產 對什麼人來說都是 村民也是 對地方政府也是 對資本家也是 所以呢 這個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矛盾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就是 就是 關於政府的那個 體制 我們經常說呢 就是 我們現在呢 現在我們中央的領導 是 比以前要好 比如說以前 毛澤東時代 當毛主席的 當了幾十年 現在呢 基本上 每一屆的領導 大概 都通常當那個 兩屆吧 要換掉 但是我們發現 在基層的那個 幹部裡面呢 經常會有一些人 大了非常長的時間 其實他們的 整個在基層裡面的 統治班子呢 他的穩定性呢 幾乎是跟那個 北韓差不多的 是吧 那個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烏卡的 他的書記好像當了四十幾年 然後我做 調研的那個 村子呢 好一些 他當了二十幾年 那個書記 然後做的 然後 通常這樣子的 書記呢 他們 可能從文革時代 他已經是村下部 都是這樣 所以他是 中央我們變了很多 但是地方其實 沒變了很多 然後 泰式村那個 我沒有 沒有資料了 可能剛才說 網上有一個 對泰式村的農民 他可能可以補充一下吧 但是我看 在網上找個資料 就是泰式村的那個 書記跟那個 就是同樣 同樣一個人 他叫陳契生 他也是村委會的主任 他其實從 那05年的時候 他是 他是書記跟主任吧 現在他還是 我昨天去網上查一下 他現在還是 雖然 那個泰式村已經聘到一個 就是 原來的 叫什麼 魚窩村 魚肉村 改了 現在沒了 就這樣變了一個 東沖鎮裡面的一個村 但是他還是 還是當那個 主任跟書記 所以其實都很相似 非常非常相似我覺得 在這方面 但是我覺得 在裡面呢 我還看到一些 小小的一些 比較細緻的一些差別 然後這個差別可能是 導致了他 這些地方抗爭的一些 不同的結果 這樣 第一個我覺得是 我猜可能是跟 這個村裡面的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看起來非常穩定的 那個基層的政權 的一些變化有關 呃 在 剛才我說的 就是很多 在那麼很多的那種 小錯誤裡面呢 那個基層的政權 是 是有點像一個 小北韓一樣 有點像一個 小吉日城一樣 他可以當 很久的一個 民黨在裡面 然後掌握了非常多的 的資源跟權力 但是呢 其實他有 然後他的 他的整個 結構是這樣子的 他 不完全是只是 他的權力不僅僅是 在一個村裡面 他也會 往上 會延伸到 至少延伸到 政府裡面 就在 比如在廣州吧 我猜可能在 別的地方也是差不多 但是在 政的一個 在政以下的 整個政府官員 而且也包括 黨的領導 不少是本地人 有些是 根本是這個村裡面的人 有時候是 這個 政裡面的人 就算不是 也是可能是隔壁那個 這個政對 所以他的地方的 力氣是非常強的 然後往下 會有些人 會滲透到 整個村裡面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人裡面 比如說 村民小組的組長啊 或者說 就是地方上面的一些 想著領袖啊等等 他會形成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 一個 繼承政權的一個 統計的基礎這樣 所以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 那個地方的抗爭 到底是不是能 產生一些 改變 是跟這個政權 到底他在這個地方 上面的 統治是不是 穩定 然後我發現 很多的事情 有一些 比較大一點的 轉變的是 也是跟這個 這樣子 那個基層政權 他可能 某一個時刻 因為某些因素 他沒辦法 穩住他的那個 統治 所以才會有些空間出來 讓當地的村民可以 產生一些 抗爭的空間出來 在我自己的 我發現 烏坎跟我自己做的 那個田野廠牆 那個村子也是一樣 就同時也是因為 這個 也是這個 村裡面的那個 村之書啊 跟那個 村委會的主任 他一下子 因為某些原因 就 就沒辦法 穩住他的這個 結果就是 村民一些 所謂的反對派 我當時在那個村裡面 那些反對派 自稱自己是長矛 他們 因為 靠近香港 所以他們用香港的 正式語言來的說 一些長矛 就 就一下子就可以 就是對那個 整個 村裡面的那個 統治階層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後來他 掉了一個 新的一個 村之書 進來 而且要選這個 結果他們就 透過這個機會 去用一個 另選他人的方式 大家知道 在 中國大陸 選舉裡面的選票上面 有一個空格 你可以選 選下 你 你想的那個名字 除了那個 通常的那個選票 可能只有一個 是官方提名的名字 那你不選的話 你不勾的話 你就要寫一個名字 加上 結果那些村民是 透過這個方式 來選上 我做那個村子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 選上他們自己的候選 是一個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之前的那個 那個村之書 跟那個 建築人已經 做了非常長的時間 而且他們說 以前的 以前的基層的選舉 都亂來 他可以拿著票殺 跑到每一家裡面 拿個選票出來 你要他 你就給這個 腦筋去出手 是這樣子投 但是那一次就不是 但是非常緊張 我還在現場 看到他們投票的 情況 就是 他們投完之後 在那個 村子裡面的一個 台上面 他們在點票 下面的一群人 一群的村民 大概 村裡面大概把 三分之一的人 放在台下面 在下面 在喊 在吵吵鬧鬧 在MARS台上的幹部 下面的幹部 這邊 很緊張 在那點票 所以 整個過程是非常緊張的 他們也害怕 出現一些問題 當然 最後因為 就是那個 村民積極 另選他 那個人選上 所以他們就 這個整個 矛盾 就 暫時解掉 所以沒有這個 大型的矛盾出現 然後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看 反過來看 泰式村 我 那 大會可能那個網上 那個東西可以多說一點 我自己看來 我覺得那個 泰式村裡面的那個 剛才說的那個 曾經是那個人是很厲害的 比如說他 事情鬧得那麼大 他現在還是 住在那個位置上面 而且他還有 那麼多的資源出來 去 請那麼多的 那個黑幫打手 當時是去 恐嚇 去 上海 去打那些村民 還打那些 在外面進去的那些 那大表啊 律師啊 學者啊 等等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個 拍那個紀錄片 裡面就講這個 反正是小村的故事 有個紀錄片講這個 還是 是非常的 可怕的一個 一個地方的 基層的一個 這樣子 所以在 學界有人 有用一個詞來 形容中國的地方政府 特別是 村一級到 到正一級的政府 叫Pedatory State 就是一種 掠奪性的一個國家 他是非常用 非常嘗試的一種方式去 去掠奪 地方的資源 然後第二 我覺得 剛才傑平也說了 就是那個 村民的組織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我覺得 到現在為止 在 我自己看到 我覺得在學界上面 也沒有多少 研究出很清楚這方面 可能有 有不少人去研究 地方上面的一些 一些宗族的組織 或者說 地方上面的宗教的 宗教的活動 因為其實這個 已經不是這幾年的事 基本上從 從八十年代開始 已經非常多的 過去在農村裡面的一些 宗池啊 廟宇啊 等等已經 復興起來 所以傳統的復興 不是這幾年的城市 是基本上 是整個開放改革 一直來就是這樣 一個事 我以前的 做田野考察那個地方 就有 就是 宗池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廟宇啊 他們的那種神 剛才 他們說的那種 地方上的神仙 也是重要的 他們有地方上的一些神明啊 然後他們每年都會辦一些 巡遊啊 這樣的活動 形成一個非常長的一種 傳統的一種 一種 組織跟那個 這個 相認性的力量 在地方上面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會對整個地方上的政治 甚至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因為通常你要辦這種活動呢 就需要有一些 領導 有一些領袖 他們反而不是 黨方面的主秀 他們是 營建方面的主秀 比如說剛才我 我說的 我在做田野的時候有 他那個村子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地方上的組織 就是 寢師 寢師隊 他們裡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武師 這是南方人的地方 廣東人叫武師 武師子 武師隊 那武師隊呢 因為你要辦武師隊呢 你需要有一些經費 通常是地方上面的一些 中小的企業家 他們會當贊助者 當這個會的會長 然後同時呢 透過這個方法 他會組織到一些地方上的年輕人 因為武師嘛 還是要長些年輕人來做 那這些年輕人都是 在村裡面的一些新一代 所以他會形成一個樣子的一個組織 當時 很多支持這個被官方的那個候選人 這個村委會的主任 就是這些 這些組織裡面的一些人 在裡面 所以呢 看起來比如說 有些寸諾 他可能是 在一些方面比較弱的話 他就沒辦法 形成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但是 烏卡村我覺得是非常的 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我從來沒見過 這樣子的一種 地方上的組織 因為他已經超越了 我們過去學界 經常研究的那些 所謂的傳統的 宗族的組織 他裡面有 老中輕 是吧 然後年輕人看起來 不是完全是 宗族關係裡面出來的 一個力量 他們搞不好也是 也會有一些 跟外面世界的 有關的一個聯繫 特別是今天 互聯網的存在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覺得這個還需要研究 但是它肯定是一個新的力量 它不是一種 過去傳統的宗族的力量 是一個新的力量 這種力量 我覺得要在這樣子的 一個基礎裡面 我們才可以談 我們今天中國講的 那種互聯網的力量 因為互聯網的力量 有時候是非常虛擬的 就是你在互聯網上面 把一個人打死 其實那個人沒有死 是吧 但是呢 你在實際的空間裡面 怎麼樣去影響到政治 那就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我覺得在烏海針裡面 我覺得這方面 我覺得是 在實踐上做到一些 我覺得以前過去 我們 我們談很多 互聯網的力量方面 沒有談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跟 就是互聯網世界以外的力量 怎麼結合成一種反抗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需要 要多觀察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覺得 我們談 這個 這個 中國的 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民間的力量 我們要 要從這個角度去 一切去 繼續看 這個部分 好 我的分享拿來到這裡 先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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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互聯網的力量 我就想補充一點 就是說 葛烏坎這個村 他們從90年再過 就開始有網吧 然後我接觸他們那些年輕人 就問他們 什麼時候開始上網 他們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關心 外部世界 什麼時候開始上網 然後他們講 他們 開始關心世界事務 是從2001年的911開始 因為那個孫子可以收到 那個 富豪衛視 然後他們在 因為那個 因為靠近廣東嘛 他可以收到香港很多電視台 包括富豪衛視 他們 他們 比如說像張建欣還有 大概幾個夥伴 就是在電視上面 看了全 他們在那個整個 的過程 又上網去查 然後 他們上網的歷史 應該是 甚至比我都要早 大概就是從90年代末 他們那時候才 不到10歲吧 就已經在網話裡開始 就是上網上PPO 打遊戲 然後等等等等 然後包括 但是他們那個 年輕人的那個 政治 價值觀是非常 非常 中國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他們看到911這個世界以後 他們會非常非常開心 就這麼完美 就是因為那個 美帝國主義 終於被 被那個 遭到教訓了 然後 包括我問 那個 他們幾個年輕人說 如果今天 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們說 他們依然會很高興 依然會叫好 覺得美帝國主義 是非常恆醒霸道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觀念是非常 非常典型的 然後還有一個 張建興 這個年輕人 他 雙一沒有上完 就出學了 出學這個原因 是他爸 不肯給他買一支手機 然後 但手機其實是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對 尤其是那種 如果你只能發短信 打電話的那種手機 是大概兩三百塊錢 就可以買到了 他說我不要那樣的 我要一個能上網的 可以拍照的 像素還不能低的 然後必須得用上QQ 然後隨時 我可以買照片 跟我朋友分享的 這麼一個手機 在2001年的時候 奧本在他上高一的時候 就是大概好幾年以前吧 他爸拒絕了他的要求 他一路之下就錯學了 他以前成績非常的好 他就說 他不明白 他們都不明白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有多重要 他們 他們的學生之間 就是小孩之間 建立聯繫 從小就習慣了這種方式 從通通通 然後另外我想分享一點 就是說剛剛那個 曾河里講到說 就是烏坎這件事情 給中國的知識分子 一個很 很 應該說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警醒吧 就是說 我當時在廣州 跟一個教授聊 然後他講到說 烏坎這個事情的發生 基本上 就讓中國的知識界險 都存在了 因為你不管知識分子 在那裡講 什麼左派 右派革命感 什麼都好 總之烏坎 你在那邊看到的事情 是他們 自生自發的這個經驗 是沒有受到任何 他們沒有學習 任何外部 提供給他們的案例 也沒有任何學者 可以 可以知道他們 應該怎麼算 他們所有的經驗 都是來自於自己的經驗 自生自發的 比如說他們組織 就是說這個 宗族的力量 他們很多 組織的經驗 來自於原來那個 就祭祀遊行 這些這些 連舉的旗子都是一樣的 就是上面換了反對獨裁而已 原來是什麼 神仙 大概就是說什麼 獸蛋快樂之類的 然後他們捐款 村民捐款來支持大家的 集體上訪 然後並且那個捐款 書目一筆一筆的公開 跟他們原來就是捐款 建議修 修建一個神廟 然後每一筆捐款 公開的那個紙都是一樣的 墨也是一樣的 就是把那個標題改成了 支持集體上訪 就是他們整個這個遊行啊 然後這個 這個習慣 是一直沒有 沒有斷表的 就並不是一個 從台灣經驗學來的 或者是從香港經驗學來的 這個東西 是他們完全是 自生自發的這個東西 而另外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這一次去採訪的時候 才感覺到的一個 我以前並沒有感覺到的東西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科技的人 都非常喜歡國西來 他們非常不喜歡汪洋 就即使汪洋在這個事情上 這麼 在知識政府看來 是非常開明的解決了這個事情 並且跟他們談判等等 但他們這裡的人都覺得說 如果廣東可以來一位像 國西來這樣的青天的話 我看就不會出事了 就是很普遍的一個看法 包括那些我覺得還是非常有 有想法的組織者 反正也都是這麼看的 這個可能是 就當下的另外一個 一個現實 我覺得說 即使他們這麼自生自殺 有意識的這種主動抗爭 有這種主動的抗爭 跟要民主 要維護自己經濟利益的這種意識 但是依然擺脫不了那個天花板 就是說 還是期待一個黃文型政府的 這樣一個清天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那我再來 謝謝 今天是 我們只有一個疑問 剛才我和總統也在講 一般像這樣的村民文權的 這樣的運動 它很快就會在村民有羊骨力量行動 就像那個鄭葉雄 在他的那個很有名的講話裡面提到的 他們做的最壞的一件事 就是薛姐波的死亡 就是說其實在薛姐波死亡之前 就是在他們政府開始抓人之後 其實村裡面是出現了一種很大的恐懼情學 當時我們的很多採訪都顯示很多人 就覺得應該離開這件事情了 但是這個時候薛姐波突然死了 然後他 而且他是 薛姓是這個村裡最大的一個姓 他們按照這個村的習俗 他從姓薛的和姓孫的是一家人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他潮上化的讀音有關 因為薛跟村都是什麼 一個是雪 一個是冰 反正就是都是冷的意思 然後就都是一家人 總是非常奇怪的奇俗 然後但這個薛孫加起來有一千多個人 在這個總人口只有一萬多人的村子裡面 是非常大的一股勢力 然後再加上薛景波的口碑非常好 人員口碑 他在村裡面 是非常受敬重的一個終點員 這樣的 所以他的死亡其實是成了 凝聚這個村的第二股非常大的力量 村裡人一下子變得非常團結 而且原來恐懼的人 就覺得這個時候一定要站在一起 因為不然的話 你被抓起來 送進去就會死得出來的 大家現場有什麼問題可以舉手示意我 我們去網絡提問在現場 我們可以交通進行 好 誰有問題 不要的話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網絡的問題 然後這位朋友是問這個問題 有一個細節想瞭解下 烏坎村的一百一十七名 村民代表是如何產生的 是由各宗族理事會直接推選的 還是由各宗族理事會造極族民 一人一票推選產生的 還是由每家初一代表來推選產生的 提問這個就是蔡徐青的村民 他這個投票的過程是這樣子的 是由烏坎村有四十七個主要的姓氏 然後這四十七個主要的姓氏 就是他們本身就有自己的理事會 所以呢是由各個姓氏的理事會 先推選一到 每個姓氏出一到五名代表 然後按照大姓就多一點 小姓就少一點 就是每個姓氏一到五名代表 然後選出了一百一十七個村民代表 就是這一百一十七個村民代表 是有投票權的 然後他們在這一百一十七個村民代表裡邊 又選出了三十八個人 這三十八個人是有被投票權 就是這個這個過程 小姓氏的 他們從這一百一十七個人裡面 一百一十七個代表裡邊 又按照每個姓氏只選了一個人 又重新選出了三十八個 太小的姓就不要了 就等於說每個姓一個人三十八個人 然後這三十八個人是有資格去參加 就是他競選的 然後所以最後那個過程是一百一十七個人投票 然後從這三十八個人裡面選出了十三個人 作為最終的村民代表 組成最後的議事會 得票最高的楊森茂得七十八票 薛錦波死亡的薛錦波得六十三票 他們完全自己想出來的辦法 還有老師 剛才你知道七十一說是民主團 代理大家從經濟訴求轉到了政治訴求 但是這些村民他的政治訴求具體是什麼呢 他訴求的是什麼 他想要的是什麼樣子 他們公開的要求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公開的要求 就是說要結束就是重新選舉中委會 就是我們不接受薛昌陳順毅這樣的老的 就是腐敗的村官 然後他們已經連任太多年了 選舉不公 然後要重新恢復基督民主 到後來這個訴求就輕輕化為 他們我們已經選出了一個自己的 村民民事理事會 那麼要你們承認我們這個理事會的合法性 至少在新一屆眾委會誕生之前 政府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都要通過我們的理事會來動 就這個是他們比較清晰的政治問題 在下一步就是要重新選舉眾委會 我們先去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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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我再問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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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你用廣東話也可以 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先去問一下 我是香港的 我今天有參加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的一個組織 我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 我們今天見到 Colchina搞這個討論會 就是總結和前線 這個烏坑村的抗爭運動 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這個 而且聚到那麼多內地的朋友 在這裡討論這個議題 就是這個是 對我們日後的抗爭的行動 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這個烏坑村的那個抗爭的行動 它是 就是這麼多的農村 工人的抗爭運動以來 它是第一次可以是 1949年以來 就是它第一次有一個 人民選舉出來的 短暫的政權 它是可以是驅逐到 當地的 就是本身的地方政府 而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權 是比它更有權威 那這個雖然是短暫的 但是那個政治的意義 都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見到的就是那個選舉的委員會 它產生出來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抗爭的力量 那第一就是選了 它有 它的政治意識非常之高 有年輕人的代表 就是那個烏坑村的熱血青年團 就是一個年輕人代表的一個力量 它是可以 令到政治意識是超越了那個 中族的一個勢力 那再加上就是 它認識到就是 婦女在一個抗爭的運動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也都有一個婦女聯合會 那這個也是見到那個村民的政治意識 和那個組織能力是很強的 那在行動上 他們也是試過 在城外裏面掛一條紅溝出來 因為他們害怕那個軍隊 是會準備走進去這個村裏面 去鎮壓他們的運動 那他們嘗試用這樣的方法去阻止軍隊 也都是有 就是他們害怕那個公安會打壓他們 和騷擾他們的時候 也都有一個狗賊隊在做一個巡邏 所以看到的就是那個 這個雖然它仍然是一個規模 相對是小的一個委員會 但它已經是一個政權的一個初刑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革命運動的第一步 那就是看到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是這個運動它現在就因為 那個代表理事會 就和這個中央政府去談判之後 妥協了 但是他們得不到一個很大的 很多的 就是他們接受了中央政府開的空投支票 而且它令到他們現在 譬如他要調查津錦波的死因 或者他要去 將這件事件的真相調查出來 但是這些訴求 它全部都是因為妥協之後 第二天就把他們的環壓 全部都收起了 所以看到的就是這個運動它的不足之處 就是因為村民他們仍然是 對這個中央政府是有一定的幻想 就是他們是很痛恨的地方政府的貪污 但是他們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去伸張正義 和中央政府去介入的時候 他們會上任中央政府 但是他們就 我們要明白這個體制的重要性 就是始終是因為在一黨專政之下的 因為中央政府是必然 就有這些貪污的情況出現 而是這個運動 是需要是和村民和工人的運動是連結起來 那這個一定是有一個政治的力量 和政治的組織去做 那所以是他們需要的訴求 應該是要將那個農村的委員會 然後將這些土地是重新是分配給農民 在國有的土地的基礎之下 是將這些土地分配給農民 而且是要將那些內地的財團 國有重新是將它公營化 那這些訴求是可以和那些內地的資本家財團 和同內地的環徵暴裂土地的政府是抗爭 這個訴求是很重要的 請講還有誰有問題 剛才江小姐談到烏坎的老百姓 他叫黨人的新官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我年紀比較大 我年紀比較大 現在每個年輕人 年輕人 好不了多少 每一個星期六 上午 香港電臺 第二臺 都有一個節目 精彈伸手 分訂單 什麼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選一個好的議員 代表我們去爭取什麼什麼 就是還是等這個清官 另外一種就是說 周六航 他們是C7 他們就說 這個清官沒用的 改了一點點也沒用了 要從根本的改變了 沒有什麼主詞 從根本改變了 我們說幾句話 就說根本改變了 這很可笑 我年輕的時候 我在聽見毛家東 在外面看水浮傳 反貪官 不反皇帝 那是不夠的 要反的放在主義 好 我們先在看網上的問題 我把某些條評論 然後說 中國的未來在於年輕人 解釋世界也好 改變世界也好 都需要年輕人站出來 勇於擔當 勇於覺醒 主管世界是可以看到這一點的 作為一個內地高校的青年學子 我一直以來都持續關注 烏坎問題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體制內的那幫人不要臉 脫著問題 開空頭支票 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體制內的哪些人 是後輝選的大師啊 不會有任何的公平正義的表示 其實監聽你在後來去 最近的一次去烏坎的時候 那些村民 他們自己是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因為你也講到嘛 政府會這麼拖下去 他們自己怎麼看到 其實村民對這個是 我覺得他們對薄熙來的想像 也就是大部分是存在於想像中 其實大部分 村民的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覺得這個世界上 要找出一個好官來 有一個比喻是大概就說 像女人找到一個好男人一樣 男吧 非常非常的難 他們也意識得到 在這個世界上 找到一個好官是多麼的不容易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寄希望於這個 雖然他們對薄熙來有很多的想像 他們覺得薄熙來可以幹掉很多貪官 幹掉好像文強 這樣的事情 然後但是像比如說 李林祖蘭 他就覺得說 村裡的事情 還是要村裡人自己去爭取 所以這個是他一貫的 包括張建興 還有楊三茂 他們一貫的觀點 就是這樣子 但至於說 這個怎麼爭取 比如說 其實這個村裡的這一群草根領袖 他們特別 特別大的一個特點 他們非常注意上級政府的 每一次發言 跟每一次講話 比如說汪洋講話了 中英國講話了 或者是鄭健成講話 他們全部都會打印出來 發到每一個組織的手裡 然後一條一條的去看 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們其實是非常明瞭 這些政策的背後 其實是代表了一種 什麼樣的潛意識 他們會從這個中間去分析 自己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來回應他 比如說汪洋說 那個人關 人關狗關說 就是在1月5號 那個寶東省委全會的時候 汪洋說 說了一句說 只有做人關 才不會被別人罵狗關 就是很明顯的在回應 就是香港媒體罵這個 鄭健雄狗關 這個說法 然後 我剛開始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村裡 我們幾個記者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就說這個廣東省 要 要 認真地解決五感這件事情 但是 像林祖倫還有他們的人 就覺得 看到這個講話 他們是很失望的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從中秀出了汪洋 要躺覆 這件什麼的這個信號 因為這個 這個 傳達出來的感覺 就是說 你要做好人關 才不會被罵狗關 這話是對自己人說的 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會非常不惜地去分析 這個 這個 這個傳達出來什麼信號 就覺得 這個內容看來不會下台了 因為 汪洋好像要護著他 他們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解讀 而事實上 他們的很多直覺 是非常的準的 我覺得 而且他們 其實 我們跟他們 討論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說 汪洋現在的動作 誰都知道 現在的這個政治形勢啊 十八大什麼之類的 我們連村里的人也都知道 就是說覺得 汪洋在這個時候 這麼高調的表態 對底層的 就是 基層官員來說 比如說 尚偉市 陸峰市 東海鎮來說 其實是 大部分官員還是一個觀望的態度 不會那麼 那麼 那麼快的 就是去接汪洋的這個 這個話 然後 因為 因為誰都知道 十八大的這個氛圍 大家都覺得 他想要幹什麼呢 並不一定 真要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 底層的人 有底層的人 一定對方是 所以這個 我覺得村裡還是 還是蠻清楚的 而且他們會根據 這個來做出自己的反應 這樣 聰聰你覺得 有幾下 聰聰你覺得就是 因為像這個 農民和土地的矛盾 在香港其實有類似的事件 比如說像幾年前的菜原村 那你覺得在菜原村的時候 當時這種 民間社會的反抗啊 包括社會運動的這些 反抗的方式 和這次無管事件相比 他有沒有什麼 相討不到或者 這些不同的因素 我覺得 住家的分別有兩個嘛 一個是 只是 只是我覺得 香港這個 香港圈事件 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 因為 它是一個 政府的一個大工程 要做 拆遷 所以 它 沒辦法避免 就是 村民跟政府之間的 直接的一種矛盾 但是呢 其實在香港 在新界裡面 其實我們知道有 所謂的 原居民跟非原居民 其實 原居民跟非原居民呢 有點像以前 一些傳統的中國的那種 農村的結構 雖然不完全一樣 但是有點像 就是非原居民有點像 以前的電農 一些原居民有點像 以前的那種 地主啊 富農的那種關係 所以 但是 中國呢 因為經過土改 它是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土改 存在 所以呢 中國的那個 所有的 在農村裡面 出現的這種 保倫 都直接跟政府 基本上 直接跟國家對抗 這個是一個 而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 在香港 因為 一些有非常 強大的 宗族力量的 原居民 他們其實在 被希臘 在整個政府的 一個利益體系裡面 它其實是 在這個社會裡面的 既得利益者 在中國裡面呢 其實這個 宗族的組織 它就 比較是 我覺得 它的性質 是比較 比較 不是那麼那麼清楚 因為 因為過去 因為過去 特別是 毛澤東時代 整個宗族的 這種組織啊 這種力量 其實是 是非常否定的 然後 他們的 貿易也是 在 在八十年代初 慢慢慢慢長起來 而且 這個也 不 我的看法是 它不能完全被 吸拉進整個 整個 整個利益體系 就是 共產黨沒辦法 把所有的 宗族的領袖都 吸拉進去 我會發現 比如說 因為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 也是跟這個共產黨的 發展有關 比如說我發現很多的 農村裡面 其實黨員的比例 比我想像中要低 我以前還以為 就是在農村裡面 這個 過去整個 東洪大黨 是從農村起家的 應該 在農村裡面 長的比例應該很高 結果我以前 做田野的時候 發現 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呢 其實它 在農村裡面 是不是真的能 能掌握住 那個地方呢 說不定 我覺得這個 也是 產生 就是在 在中國的農村裡面 宗族力量 是有一定的 一種 反抗的潛力 那在香港呢 反而那種最強的 中族力量的 那種原居民 他們 反而是 跟政府 是 跟政府是一個 同一個 地口戶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區別 好 好 就剛才 我想就是 一方面 剛才今天呢 交流談了 就是 烏卡通訊 他們 更相信個人 而不是一種 真正的組織 和一種 比較好的 政治體制的力量 比如說 在 政府那方面 他們希望有 博士來那樣的 清官 來 肅清那些貪官 然後 在他們自己的組織上 他們也非常的 依靠領導人家 如果 可以 從某種方面來說 如果沒有領導人家 烏卡的組織 到 可能不會維持到 現在有這麼一個 階段性的成果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們自己也確實 在做一些組織 比如說像 你剛才談到的 他們通過像 就像以前組織去 武龍去 祭社一樣的 非常成功的組織 那麼多人 去那個尚尾市的 政府廣場去的 浩浩蕩地遊行 然後 就我們好像 比如說 從學到那些 去套用理論的話 就說 這些人還是挺落後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一個民主的體制 法治 比人治更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 會不會我們也有些傲慢呢 就是他們畢竟是49年之後 只有他們 第一個 唯一一個做到了 就是 讓政府有這樣一個讓步 階段性地承認了一種民選的組織 那這樣說 會不會就是 他們 在繼續他們 可能 希望他們 有更多的摸索空間的情況下 說明他們 自己以為 還是在找人質 但其實他們可能 就逐漸發展起來 一種 那樣 一種制度上的可能性嗎 這個問題很有趣 我覺得從台灣 可以來回應一下 對 其實我挺同意 剛剛這位的看法 就是說 我們去到那邊的時候 也會覺得 非常矛盾 覺得他一方面 有非常主動的抗爭意識 而且在這個抗爭過程中 做得非常的精彩 整個 每一個環節 包括去組織一個遊行 什麼 請神仙打頭鎮 年輕人在旁邊 維護治安 婦女在躺前面 喊口號 然後等等 就這個 這個過程 看起來都是非常 非常高級 然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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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後現態的 我覺得如果 套用這個詞的話 是一種非常高級的 一個 一個 一個組織模式 但另外一方面 他們好像又 其實是期待一個 一個 一個清天政府 一個 一個原制的 這個 角色的出現 但是 我在 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 是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慢慢的變化的 就是正如你說的 就從 我們 比如說其實是49年以後 我們接受的教育來看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事情的衝擊的話 其實不太有可能 就是所謂學者說的這個啟蒙還完全沒有 沒有正式開始 其實是不太有可能 大家就直接產生一個思路說 我們不要一個黃安行政府 我們要一個問責行政府 用那個秦桂老師的話講 這個差別其實包括連很多學者 很多知識分子都不是很分的清楚 比如說重慶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討論 就是說很多人都講 重慶不是真的做了一些好事嗎 為什麼你們要這麼恨它呢 然後 就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只有蠻少的人才能在中間裡清楚說 薄熙來做了很多好事 如果暫且不說那事是不是好事的話 就暫且如果它是好事的話 也只是出於它的個人喜好 我願意這麼做 然後我高興我今天這麼做 但哪天我要是不高興了 我不願意這麼做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這個東西 普通人確實是意識不到的 但在烏坎的這個事情裡邊 至少 從 我跟他們的接觸感覺到 他們其實在這三個月的磨練裡邊 很多人已經對人質這件事情 沒有以前那麼大的信心了 因為你 包括他們會覺得說 比如說政府現在給我們一個承諾 但他能不能遵守呢 這個我們 我們期待他遵守 但是他究竟能不能遵守 其實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從這個一次一次的運動中 會意識到這種無力感 除非他們形成了一個組織 來跟他們談判 或者說他們 他們現在在自己要重新選村委會的時候 也有意識地說 我們要選村委會之外 要選一個村民代表大會 就是其實相當於一個小人大的功能 來跟這個村委會制衡 否則的話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們這些概念都是從這個行動中間 慢慢總結出來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啟蒙的過程 還是在進行 在發聲中 然後我覺得旁觀者 確實容易陷入一種 就像以前所有的知識分子 很多知識分子都很忽視基層民主 這件事情 就是確實容易陷入一種 旁觀者的傲慢裡面 覺得他們 猶豫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們不可能懂得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你只要吃一層長一致 這完全是一套生活哲學來的 他們知道這個事情 噢不行 我們今天被騙了 第二次我們就會 行自動的想 想像出一套監督機制來 讓這個事情不要發生 就比如說他們現在在進行的這個 村委會的這個制度的設立 他們就想要去 去進行制度設立的時候 就特別重視這個村民代表 上會這一塊 就說下次萬一再選出一個下去 萬一我們選出一個自己人 哪怕是林老先生來做這個村長 萬一他下次 做了像薛昌一樣的事兒 我們怎麼辦 我們還有一個村民代表這個制度來制約他 他們這個是已經在進行中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很多我們對這些村民的一種懷疑或幾則 其實是原始於我們對整個反抗政治的一種比較西方中心的一種想像 其實這種西方中心的想像也不是西方的經驗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很多人說那個英國的什麼光榮革命 其實這塊光榮革命其實裡面非常多的宗教因素在裡面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有一套的什麼風靡政治的一道東西在裡面運作 然後其實這個在這幾年非常多的政治科學的人已經提出說 這種想像中的一種風靡社會的一種概念其實對我們理解現在的很多抗政運動其實不是那麼有用 最有名的一個人家印度有一個學者叫做簽證記 他的書也翻成中國一道被治理者的政治 他提出說其實我在很多地方包括他研究的印度 中國的地方其實他很多反抗的人 他其實不可能把它變成一個我們想像中的一種風靡團體 風靡社會的這種這種假設 他反而要差異到非常多的那種negotiation在裡面 有些是跟他的傳統的宗教有關 有些可能是跟某些權威有關 其實就算香港也是吧 我覺得阿翔有個朋友說的對 包括香港人家覺得香港是一個風靡社會的一個典範 但其實我們在具體的政治裡面經常有這種東西存在 比如說好幾年前當每個人都在罵那個董建皇的時候 很多人就把很多幻想投射到那個台灣的那個螞蟻酒 是吧小馬哥香港非常多fans以前 可能現在沒有那麼多了以前很多 所以其實很正常的這個事情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過程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是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是要慢慢在這個運動裡面慢慢去探索 而不是有一套東西可以套進裡面 其實你真的要說這些在這個中國的村落裡面的那種 宗族性比較強的一種一種主持一種力量 其實裡面很多黑暗面我都看到了 其實我原來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我其實不是做這個這方面的 本來我是研究珠三角地區那些農民工 我是因為研究農民工才會看到這些另外一種農民 其實他們是在當地是有時候是一個壓迫者 我舉個例子吧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的那種種族很團結 經常是變成一種去支配去壓迫當地的農民工 我見過有這種就是外地來的小偷偷了一點東西 整個村跑出來把那個人幾乎打死 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覺得這個宗族的團結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其實在某另外一個情景裡面它可能是一種暴力 它可能是一種打動的力量 說不定 但是我覺得在一個運動裡面其實就要 這不可能那麼清楚那麼乾淨 那麼在過程裡面是要慢慢探索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某卡丁這次我覺得是做到一個非常有意識的 非常過去很少看見的一種實踐 我覺得我們裡面的具體的動力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進一步去要了解 其實我也說一點也不是問題說一點意見吧 我很同意剛才那位講者所說的這個 烏坎的運動是靠他們的經驗慢慢的類似出來 但是有一點意見就是 我不覺得烏坎這場運動是一件不利形成 不利進化出來的運動 因為我們看到在烏坎事件發生以前 全國各地已經有很多工廠的工人發生發工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組織自己的發工委員會 甚至組織自己的糾纏隊去保護那個工廠 防止一些老闆夜晚晚上的時間把設備搬走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農村跟城市的工人之間 抗爭經驗的交流 比方說我們剛才那位講者說過 一頭村一兩個人帶頭搞一個簽名 把那個村光發明掉 但是我覺得就是那些工人和那些村民 其實也已經看到以往的紀念 所以這種單靠一兩個人道德的號召去組織運動 其實政府是很容易去鎮壓的 把那一兩個人抓起來 就已經可以把他們全部都了受傷了 但是現在不論是全國的罷工 還是一些村民用政府的話說 叫群眾性運動的那些運動發起的進化演變 其實就是在這些一次一次的事發 一次一次的被騙當中去學習出來的 我覺得陸坎的村民不會突然跟了一聲說 不如我們這次搞一點新的花樣出來 不會 但是他們會 比方說他們的農民工回程以後 他們會帶回去一些抗爭的經驗 會帶回去一些可能他剛剛參與完發工 以後把那些經驗帶回去 去村裡頭 可能他們看到以往那些 單靠一兩根組織起的道德號召的運動 已經不可行了 因為真正群眾的運動 有組織有規模嚴密組織 而且有政治訴求的政治運動 政府是很難去鎮壓的 政府不能把所有的人全部抓起來 政府沒這個本事 政府要說把他們全部幹掉 他們也沒這個膽量 所以我覺得以後我們要關注的是 城市的工人的罷工運動 跟農村、村民自己為全運動 他們結合起來會演變成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而且這種情況會對這個專制政府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往這一方便去更加的幫助 您好,我也是陽光衛寫算是傑兵的同事 我想問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烏坎村民他們在取得一些成果這個現階段 他們沒有擔心過秋後算贈給了四個字 因為這是很多政府他們會採取的一個措施吧 所以我想問一下兩位老師 對秋後算贈這個字不僅是烏坎他們有沒有 他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 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準備措施 以及就是說其他的一些歷史案例 他們是怎麼樣應對秋後算贈這個字 謝謝 在秋後算贈之前我先回應一下剛剛這位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就是像您描述的這個圖像 真的滿大程度上是外界的一種 外界才會這樣去看的 因為比如說外界很容易會有一種星星之火 我可以瞭人的想像就是你看這裡也點燃了 過兩天這裡也點燃了 然後這裡也起來了 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經驗的傳遞 但是就是事實上在這個村莊本身 我覺得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了 就比如說在烏坎村 他們並沒有 首先你之前說的這些罷官的這些案例 比如說我們作為記者我們會很清楚 作為外面的人會很清楚 其實在國內媒體都沒有報導 所以其實在國內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尤其是在農村 如果是他可以上網上QQ 但他絕對是看不到這些新聞的 所以他其實從那些經驗裡邊 真的能學到多少這種連結是非常可疑的 而且他們比如說在烏坎村 他們的村裡人在外面打工 他們大部分做的也都是做小生意 而不是在工廠裡 其實就我所知他們至少在這個案例上 他們並沒有從外界借見多少的經驗進去 雖然就是似乎從外面來看很希望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經驗可以傳遞 但事實上很難 對事實上很難 然後至於那個秋後送帳這個事兒 那個村裡的人是很擔心 所以那幾個主要的組織者 到現在為止都還不敢出存 其實雖然11月21號談判之後 他們的路障 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已經撤掉了 但其實那幾個像林祖蘭 他除了去市府跟他們談判之外 到現在為止都不敢出去 包括那幾個比較活躍的年輕人 所以 而且他們對上級政府的信心有限 其實就像談判這個事情 當時很明顯是放在一個 有20家國外媒體40多個記者 在村裡住宅的這個情況下 然後要迅速稀釋您人的一個 一個策略性的一個方案吧 就是趕緊談判 然後而且盡量答應你們合理的訴求 但之後會怎樣 我覺得不管是村民還是外面的觀察者 都對秋後送帳這件事情 並不是很樂觀 我也回應一下剛才朋友的一些意見 就是在廣東地 在整個廣東我覺得是很明顯 就是當地的農民跟工人 其實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區隔 不管從羽田上 不管是職業上 不管是階級的位置上 都非常區隔 所以 我覺得這兩方面的要連結起來 是至少暫時看起來是 不太可能的一個狀態 這個也是我自己論文的時候 的一個結論 所以現在因為我沒有在烏卡 都瞭解當地村民怎麼想 但是我能 就是我以前做田野的時候 也很 這個很清楚就是每個人都會 會有這樣子的擔憂吧 我覺得這個很擔憂 比較明顯 然後這種擔憂可能只能在 除非你就離開那個村莊 不然的話你就要 要繼續要去碰過你的那個 你的各種各樣的明顯的 或者說比較隱性的一種抗爭 來去應付嘛 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這個 農村裡面我覺得 可能一些領袖嘛 他們的風險會比較高一些嘛 但是一般的群眾我覺得他們還是 覺得他 反正這個村子就是他們的 根本覺得 只要他不是當仇人 他還是那個 沒有那麼 那個風險沒有大到這個地步 是這樣 那個村莊村這樣補充點 其實是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這個事情就是說 媒體沒有曝光 而且他們當事人也非常不願意 泰斯張揚的來曝光它 比如說在11月21號 朱立國跟他們談判之後 有一個複印店 打印店 他們專門給這些村民的很多 船單和那個海報 橫幅都是在那個打印店打印的 那個打印店被突然打轉 被突然打轉 打了20萬 然後這個打印店的老闆就跑了 人嚇跑了 就說這個 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包括就是村裡邊 曾經比較積極參與這些事情 的人 比如在廣州 他們開的廣州的那種小服裝店 數次接到電話 就是說威脅各種人說 所以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對村莊村這樣有預期 也是因為 在以前太多的事情都可以看到 他並不會是因為 比如兩三年以後 他不會因為你參加了烏函事件 來懲罰你 而給你找一些別的罪 這個事情事實上已經在發生了 然後你怎麼看剛才就提到抗爭經驗的幾類 我覺得在廣東地區的那種 我們就 我不太了解 其實我沒有研究過就漸漸快 就是他們那個抗爭經驗怎麼累積下來 剛才我們說的幾個事件 他們之間的人 是不是有些 互相學習的那個過程 我也說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 這種抗爭經驗的那個累積是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性 是要在他自己的本身的生活的那種環境裡面去理解 不能純粹用我們的想像 去想 功能應該大傑什麼樣子的這種想法 我覺得不是那麼浪漫的那種想像 就像剛才說的 比如說 有些東西我們真的是要研究才知道的 比如說 那些年輕人他們這麼早上網 他們學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吧 真的要知道他們怎麼在過程中的學習 然後這個事件出現之後 然後其他地方的人 到底是不是知道這個事件 不管 比如說是不是有 那廣東地區有些人 可能能上網的 能看到外面電視的 能看到媒體的 他們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有答案的一個東西 我再補出一點 就是剛剛那個說到這個聯盟 我在採訪的時候 我特地問過這些年輕人 就是他們怎麼想到 用這樣的方式去組織的 有些是從九月份到十一月份 這幾次非常完美的遊戲 然後就不斷地問你們 是從哪兒來的 這些想法 他們就一開始的說 不是很說得出來 覺得就這麼想到的呀 然後再問他們就說 要不然可能是我打過的那個遊戲吧 紅色警戒 類似這種戰略性的遊戲 所以他們真的是 由自身的成長經驗 來生發的 就並不是一個外界的概念 直入到他們腦子裡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個經驗傳遞 還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比如說在烏坎 現在你可以非常典型的看到 烏坎現在成了他們 廣東隔壁很多 其他村的上訪的地方 就是其他海門還有 海峰還有那個 好多地方的村民都跑到烏坎來 然後說因為 因為現在知道 省理的調查組在這裡 記者也在這裡 烏坎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他們全都跑來了 但是烏坎人是非常注意 跟他們保持距離的 其實他們就說 這也是他的聯盟形成的 不太可能形成的原因 就是烏坎也怕 會被冠以一個什麼 組織的罪名 所以他們其實是 對 串聯的罪名 他們是非常注意 跟這些人保持距離的 比如說我想去拍張照 他們就攔住我說 這不是我們烏坎的事 你不要去拍照 他們是 所以這種意識 你們也知道 所以像剛剛 我們想像的那種 工農聯盟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是非常難出現的 因為我想就是 當年共產黨很厲害的地方 好 這有一位 網站有個提問是 大眾力量覺醒堪稱此新一波抗爭運動的特點 拒絕領袖拒絕一切利益組織或有機會使某方力量獨大的團體的影響 特別是個體民眾之間的相互制約 雖然第一眼看看去 思維內部分裂力量 更是二十幾年前和四十幾年前的運動不可比你 這些是我通過德國的佔領運動看到的 不知道和烏盤這次的作為有多少合比性 那所謂的二十年前應該就是指發這種影響 對 這很明顯是有非常大的區域 是吧 這個 這個 我想二十年前就講這個八九年的事件 那當然是 是一個 說的是一個很事發生的 而且在首都發生的 是吧 這個這樣的事件 跟一個在一個 可能在一個事件發生前 我們也沒聽過這個村子的這樣子的一個農村 在一個非常地方性的一個空間裡面發生 是非常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參與的人也不一樣 是吧 那個 那些 在廣場那邊是北京的學生 是吧 那個 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開始的一些參與者 那跟一個農村裡面的一些村民 他們 他們 爭取他們的 土地的利益 土地的權益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樣 這個我覺得也是 也是 要 透過這個事件的意義也在這兒 我覺得要 要把我們想像中國的感變的那種想像 我覺得要把它 又有一個重要的感變 不過去其實我們還是比較 為什麼八九年那個事件會那麼多人注意 為什麼會那麼多人的想像 我覺得 當然這個事件是很重要 我覺得是 但是同時也是 它會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我們會 每年都會想 我們是不是有下一次的八九的名譽 有八九的學運 是吧 然後呢 會想像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再一次 然後到時候我們要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 整個社會的 改變呢 完全是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 來進行 反而就像你看到 其他的 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國家的經驗 你會看到其實 地方性的 地方性的抗爭 可能它在 某一個時刻裡面 我覺得它可能沒有帶來非常 根本性的改變 但是它會 它是一個過程裡面的一個 一個部分吧 它往後會怎麼改 改變中國 我覺得 我現在是沒有人能 說得清楚的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這個 一個社會的轉變 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 一種 比較地方性的一種 一種抗爭 改變 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反而不是那種 我們想像中的 某一個 比較戲劇性的 這種 中央性的一種事件 發生會 一下子把整個 國家改變過來 我覺得 不應該這樣想像 中國的改變的方向 或是說 一種 下一個問題 好像就 跟剛剛的 挺有關係 但就是說 請問 有人說 此次的烏感事件 和廈門PX事件 作為中國環境運動 與群體性事件 的兩個里程碑 可以看看 那麼從抗爭性話語 民間話語 與官方話語 的對抗 來說 又有什麼樣的 新的特點呢 謝謝 我問你好難喔 好難喔 好像拿著考題 我以為 要我們先考慮一下 對啊 對 先考慮一下 還有 下一個問題 烏感事件 是否是廣東社會建設方面中 社會維穩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以前都是採取高壓 剛性應對群體事件 此次烏感前期是剛性的 鎮壓的 後面就變成柔性啦 承認村民的合理訴求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謝謝 剛性維穩到勇性維穩 我只能說一下我自己的經驗吧 就是說廣東 我不知道官員到底是怎麼想的 這個所謂的維穩一直是最大的一個黑匣子 誰也不知道那些 除了鄭英雄說請無幾道錢之外 其他誰也不知道那些 那些這個體制究竟是怎麼運作的 但是就是確實在廣東進行的採訪 和在其他的省份 比如河南 湖南或者山東 很不一樣的就是 你能看到這個中間有彈性 就比如說我第二次進村的時候 那應該是村裡面最最緊張的時候 就是薛景波剛死 然後很多人都擔心 就是外面謠言變天啊 他已經在村門口集結了之類的 就是很多很多這樣的說法 村裡的人也都最為擔心 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 包括像楊森茂領主們 都已經上了通緝名單了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去到那個村裡的時候 楊森茂一天要跟陸風市委書記 打七八個電話 陸風市委書記會打七八個電話給他 說你能不能勸村民 還是要那個就大家好好盤嘛 有時候過下來談不要這樣啊 就是那種非常 他就在勸說他能不能讓大家不要這麼激烈 那這在其他的省確實是 我不知道跟省有沒有關係 至少在其他的案例裡 省少看到的 一般來說你說抓就抓了 對吧 我打什麼時候 這麼 打什麼時候氣餒那個 就是 就是 示弱我 就基本上比如說在河南 或者什麼在罷工 基本上三千個武警一來 整個 整條村都被你端走啊 很和平的 兩個人抬一個人 根本就不會引起什麼暴力衝突 但是在無盤就是做不到 一方面是因為 我覺得這上面一方面是因為 村裡面自己的這個組織力量的強大 和他們獲得了這種談判籌碼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像一開始的時候村裡的人講說 他們來的人少 他們就出不去我們這條村 他們來的人多 他們就會跟我們起衝突 他們也不敢 他們其實已經 村裡的人知道了這種 掌握了這種分寸感 所以他其實是獲得了談判的充滿 讓政府其實是被迫 從剛性維穩轉向 軟性維穩的我覺得 然後另一方面 應該是網路比較開放吧 這個我忘記到欸 我覺得維穩本來就應該 就有兩個方面吧 不可能是每天 每天都拿著槍 就是每天都是剛性維穩 就不可能 問題是你 就是你跟他的那種 力量的對比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出可能 軟性維穩 會多一些 可能剛性維穩要 暫時要收起來 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村裡的組織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有這樣子 比較長大的組織 也當然也有一些時機啦 這個時機 那你可以讓他的 比較是有這個 軟性維穩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我的比較 怎麼說呢 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其實 政府也 你應該這麼看這個事情 就算你真的是要維穩 也不可能每天都是要用這種 剛性維穩才維穩 因為你 越維越不穩 不然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我怕大盞天烏洞 群動化 所以我女朋友幫忙發言 剛才說過的一個很重要的 說指控就是一個抗爭經驗的累積 我認為這個不會是一個抗爭經驗的累積 不會即時令到村民是改變他們的意識 但是這個是長期的累積 尤其是這次烏陷村這個抗爭 是會令到他們那個意識 是越來越更進一步 剛才講的說到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抗爭意識 他覺得抗爭意識 不會馬上去改變那些村民的意識 但是會慢慢地讓村民的那個 讓村民的那些意識慢慢地累積起來 然後去把他們傳播這個越來越激烈的過程 好像今次烏陷村這個抗爭的運動 因為他們和這個村民 就是和這個中央政府談判了之類 聽他們的腳趕下去 就是他們因為和中央政府去妥協之後 第二就是基本上隔了幾天之後 政府就立即將村民民選那個委員會定性為非法的 然後之後還有很多的秋後算賬 包括有些是彼此去支持這個運動的一些村民 是被公安去恐嚇 然後迫使他們 令他們是飲毒藥去自殺 這樣所以就見到 這個這樣 大家就見到就是 如果和中央政府去妥協的時候 就會令到這個運動是 因為他們開了空投資票 到最後不會兌現的 開始大家的人為意識 就明白到中央政府都會說謊 當然這個也就是說 不是第一步 會令到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會不斷的抗爭 是會累積到這個經驗 所以 我是認為抗爭經驗的累積 它不是會直線的發展 但是會 所以 所以 所以它這個抗爭的經驗 不是一個直線的發展 但是它是會不斷的 令到村民 他們的意識是越來越高的 所以 我認為抗爭的經驗 是會有這個累積的 但是剛才講到的 當然我認同 就是說中央政府 它見到這個烏嵬村的抗爭運動 令到它 要用很大的消息的封鎖 要阻止這個運動的爆發 那很多時候 其他的地方 可能他們未必會立即收到這些訊息 但是 如果這個運動 它是事實上 在一個地方 它是會啟發到 其他地方的村民 它會 將這個運動抗爭下去 因為烏嵬村的運動 爆發了幾天之後 在海門那裏 也都有村民 開始展開抗爭行動 而且他們是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運動 是不能夠被孤立在一個村裏面 所以他們是選擇到 走到高速公路那裏 是堵塞那個高速公路 令到它透過癱瘓這個交通 是吸引到很多媒體的注意 他們明白到爭取外界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是 看到的就是不斷的 抗爭經驗的累積 令到群眾是 所以它有這樣的啟發 所以這個運動是會不斷地去擴散 以及累積經驗的 包括你看到的就是中央政府 為什麼它今年 就是2011年的時候 它要開始去全面打壓內地的維權人士 包括左翼右翼的一些政治的 內地的一些政治的活躍分子 就是因為它見到 北非那個活里巴革命那個爆發 它是會怕這個 因為它會啟發到 是令到中國那個群眾性運動 都會轉向激烈 就算是去到北非一個這麼遠的地方 就算中央政府可以封鎖到這麼遠的消息都好 但是這個它也是 它也是需要害怕就是 這個運動是會擴散去到這個中國的內地 所以是見到運動的抗爭 它不會是一個即時的發展 或者大家第二天打開報紙 就會說體蒙到一個村民去展開 一個很激烈的抗爭行動 不會這樣發生 但是它是不斷地 抗爭運動是不斷地有的意識 是轉移的 令到越來越多的群眾是會 有這樣的抗爭的行動 所以就是我剛才所認為的就是 如果是有一個內地的政治的組織 是它可以將這些經驗是總結起來的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在內地上 就算是非法地下的組織 都需要在內地組織一個抗爭行動 這個就是將這個經驗的 不斷地去總結和擴散 這個重要性是非常大的我認為 謝謝 這個有沒有回應 有沒有回應 我們先來看網路的問題 好不起 網上這位網友問 剛剛說村裡有烏坎電視台 那麼他們在話語對抗中 還有哪些具體的行為 支持他們在這場爭奪新聞權力的戰爭中 取得絕對性優勢 是 無款電視台確實是 就是無款比較過癮的一件事情 所以還有一些比如說 市長村裡有一個看到 牆上他們還是 他們就是對媒體的運用策略 沿用了自己 從對獎機到貼大時報 到貼橫銅 然後到網絡科技 這可能是一個非常立體的 一個多範圍的傳播渠道 基本上你上村裡會看到 基本上很多牆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路口 路邊的牆上 都是滿滿的貼 各種各樣的通知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 湘陰的一個傳單 他已經過了次了 有相應一 相應二 相應三 相應四 就是他們一些村民自己印發的 就是對這個村裡邊一些事情的 進展的一些匯報 然後就會寫了 比如說 先生們現在這個事情 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然後我們下一步要準備怎麼幹 怎麼怎麼 他們就用這種像一報紙一樣的 包紙貼在牆上 然後大家經過的時候就會去看 然後QQ傳播啦 QQ村裡邊的年輕人都上Q村 然後還有對講機是他們比較 就是內部的組織用的這些傳播方式 然後主要還是通過拍視頻 然後刻光疊發給村民 他們還自己是做了一部電影 叫做烏卡烏卡 一個半小時 然後是 對應該是張建興跟鍾烈紅 還有大概三四個年輕人一起合作的吧 他們就是用那個高清的攝像機自己拍的 然後用國內的一個叫做 繪聲繪子的軟線 然後自己剪了兩天兩天 剪出來一個半小時的電影 在村裡的那個器材播 每一次播放 據他們說都有一兩千人來看 然後而且他們還刻了光碟 也就是送給村裡的人 然後反正我們第三次 我第三次去採訪的時候 這個事情已經 就新聞事情已經結束了嘛 然後但經過一些店舖 就會看到這個店舖的人 晚上就在一起 大家都在看這個烏卡的電影 今天晚上剛才那個泰石村的村民還有一些問題 有幾條 然後他是這樣說 他說 我曾當選過村主任 也參與了廣東泰石村的維權活動 而這次烏卡村能夠成功 是不是與組織化有極大關係 而烏卡村的組織方式沒有採取普選之 而是直接建立在宗族理事會的基礎上 是不是這種組織方式比普選之要好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 關鍵問題是 現在我國大部分地區 宗族幾乎都不存在了 如果等宗族恢復過來 那還不需要紅年馬約 這樣沒有宗族的地方 維權怎麼辦 還有一條問題是 最重要的是民眾要組織起來 但是如何才能組織起來呢 例如宗族的紐帶 可能在有宗族的地方耗炸 這是同樣一個問題 但是沒有宗族 或是已經完全散架了地方怎麼辦 自己很有經驗 所以外方也很有拼對心 對 就是在烏卡村 他們這次的能夠談判成功 最大的原因應該就是 他們組織化得非常的好 然後至於您說到的就是跟普選和他們 他們其實自己摸索出來的一套 應該算是代義之名的吧 就是這種先選出代表 然後代表再來選代表這種方式 因為根據當地的情況 他當時的那個狀況是需要非常快的選出 那個議事會成員 然後因為剛剛有人被打 他們需要立刻與政府談判 所以這個方式應該是最快最有效 而且當地的中國傳統很強 也會最容易被任何的一個方式這樣 然後另外講到就是沒有中國的地方 這個就是以前那個秦桂老師有一個研究 就說到就是中國的小共同體 大共同體和個體之間的這個觀想 就是說其實他認為學界普遍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中國的小共同體的散架是從49年以後開始的 就說49年以後共產黨的權力 國家權力下沉到鄉村 破壞了很多鄉村裡 包括宗族在內本來有了很多小共同體 但是秦桂老師的看法是說 就是中國從秦朝開始以後 事實上小共同體就非常的衰落 然後這個東族勢力基本上沿海的這個東族 比如說浙江不見廣東 是從明清以後才開始慢慢成長起來的 而在中原地區他一直一直都很弱 然後在他的理論裡面也有一點就提到就是說 他認為小共同體和公民結成聯盟 最終跟大共同體抗衡 這是中國唯一有可能走的以後的一條 比較民主之路啊就是所謂的 但至於在中原地區確實很難 就是在沒有底層完全是個體面對強權的這個方式中間裡 結果你看到的就是要麼就是暴力 要麼就是徹底的沉默 這個我沒有什麼好辦法 其實我也留意到就是 武凱這個歷史裡面 你看到那個 這種非常小的中族的單位是變得非常重要的 特別在抗政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在我自己的田野裡面也看到 比如說 像對這個行政村這一級 那個自然村這一級的那種村民小組 維權組就是以前 比較是以前的過去的那種自然村的 以他們的那個團結性非常長 而且在那個通常在維權的運動裡面 反而他們是扮演的比較重要的角色 就跟那個整個行政村裡面那個 所謂的補選的制度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運動裡面可能 在這樣子的一種小的那種中族單位 可能是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 對啊 這個 就跟秦輝講的一樣 就是 其實很多的中國的地方 其實那個中族的地下 其實不是那麼重 根本是沒有什麼中族的組織在裡面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中族也只是 只不過是一種 一種的 緩解的方式 我覺得 其他的地方呢 是不是有另外一些可能性 我也不敢說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去研究 去了解一下 知道 但是我覺得 應該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 可能性吧 這個 比如說 有些可能是不宗主 可能是一種 民間 宗教 所以 為什麼通常 不小黨也看上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也是也 也在 所以第一棒是 是蠻 力量的 包括一些外來的宗教 比如說 有些省份 我知道是 這個基督教跟基督教也是有的 力量 所以為什麼這個 黨會害怕這種 這種 宗教活動 就是官方體系以外的宗教活動 所以 但是我覺得這種共同體 可能 在沿海幾個省份 可能宗主是比較重要 但是 其他地方 可能就另外一些 小共同體的可能 而且這種小共同體可能 也不見得 就一定是要 完全是 要過去那邊 那邊 那邊過來 可能是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在 比如說台灣是靠農會 就是這種 所以中國沒有要辦 對 官方以外的農會 對 那事實上 反正我個人也是覺得 小共同體的出現跟存在 其實是 真的是對這個社會來的 嘗試是有利的 就是說 因為 你個體直接面對強權 現在已經太多的事情 就真的是要么非常暴力 要么就是 完全沈默 沈默就會導致後面更大的暴力 現在已經慢慢的 這種趨勢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小共同體 並不是他對誰 會產生威脅的問題 它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談判機制 那在剛才聽到兩位發言的時候 給我的感覺就是 像在烏坎事件裡面 他主要是有一個比較 有 是因為 年紀比較延長的 有威望的 男性意見領袖 所領導了 和一群青年 在那邊比較有規劃 有組織的發動村民參加抗爭 那麼我就想問一下 這個女村民在這次活動當中 她的一個作用 一個角色是怎麼樣 然後 因為我們在電視裡面 就有看到孫景波的女兒 有在對爸爸的那個去世 然後她有做過一些發言 那我就比較想要解釋一下 這方面的情況 謝謝 這次請問那位 請問那位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現場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但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連到總結和這個問題一起 好 對 特別重要的 一直漏了講 其實是有的 烏坎這個事情裡面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女性是一個走在很前面的 而且因為她在潮汕地區 潮汕地區是傳統的重男輕女 她那裡的人 每家人都有三到五個孩子 都是為了生後面的那個男孩 然後就在這個事情裡邊 我們有採訪好幾個村裡的 從年輕到年長的女性 她們都是非常積極主動的參與這個事 而且甚至連那個 就是薛景波死亡之後 不是村裡的人設了路障 然後村裡的人有自發去守夜 就是在這個路口 她們都是上半夜女人守 下半夜男人守 就是說這個村裡的女人 就說不能光讓男人在外面守著 她們每天還要幹別的事 然後我們同便要出來 然後而且 而且 有不止一個女性的受訪者 就跟我們講說在這個事情之後 在這個事情之後 村裡的女性的地位 就是應該說是 大家就是講話的意見被重視了 這個是她們自己很明顯的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就像 就像在埃及革命以後 年輕人的意見從沒有過的被重視一樣 就是她們所有的那個 理事會的討論 然後都有女性參加一起 然後她們會一起出主意 她們的主意不會因為她們是 就是平常在家裡的家庭婦女兒 受到任何的歧視這樣 就這個過程是非常明顯 而且她們成立了婦女會 尽管後來被取締了 但是 但是 她們依然覺得在 就村委會正式成立 就是 正式重新選舉之後 然後還是要成立一個新的婦聯這樣 好 那我們知道最後有沒有什麼總結的兩位 我回應一下剛剛 那位還沒有走 就是剛剛這位不斷的就是提到 就是說這個聯盟的這個問題 就是包括國內的 是不是應該有人來總結這些 鬥爭經驗 並且把它分享給全部的人 我覺得就是面對中國的事情 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外面觀察的人 還是尊重事實比較重要 就是真的還是尊重中國 他自己人的這個 這個 他做事情的這個邏輯 跟行為比較重要 因為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靠想像是 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也 沒有辦法那麼一廂情願的去 去想說 可能會應該會發生什麼事情 事實有他自己的邏輯 而且 而且 中國的事情真的是太複雜 就每個地方 每個人想法都不要 你要真的 真的自由或者民主 要尊重他們真實的想法 我的意見也差不多 我覺得 其實 當時我覺得 這種運動裡面 其實也是一個社會的學習過程 就像剛才講的 婦女的一個 那個狀況 其實我也注意到 在很多這種事件裡面 旅行的參與是非常多的 但通常不是 在一個領導的角色 剛剛我記得 泰式村那個時候 去佔領這個財務 這個財務室的 都是女性 然後我上去去那個村子裡面去 去監督這個 台上面的那個 村委員的選舉 上面都都是女性 反而只有我一個男性 然後 一下子變成這樣看出來 我是外面來的 所以我覺得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也會改變那個女性地位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看這個 中國的改變 可能 應該是比較 從一個比較長的角度去看 到底是不是有 有些比較 全國性的 什麼什麼 不把地上 地下的 這種 就革命組織出現 我覺得 我沒有 沒有這樣的想像 反而我覺得 真的要很具體的 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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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分的社會裡面 去看到中國的改變 我覺得是一樣 這樣子的話 我們 才不會變成一個 一個 不然是一個 瘋狂的一個樂觀主義者 或者說一個 虛無主義者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中國 也很棒 其實最後剛才 最後還有 很好的問題 讓我想一下 我前不久 我在十一月份的時候喝 清華大學的一個社會學家 叫郭宇華 我喝郭老師的 過一些觀音 今天他因為一直 關注中國大陸的一些 女層安全的運動 包括城市 包括人村 那我跟大家聊起來 關於這個性別 在維權運動中的作用 他非常非常 關注這一方面 然後包括像 爬上海的停運方 那他一共說 其實女性在這樣的 文權運動 其實做得剛才 最後一段 是一樣的 他未必是站在一個 領導者的角色 但他在中間發揮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是其中最有韌性的 他很柔軟 女性性別的因素 他柔軟 他有韌性 他實際上是很多東西 其實是支撐男性 在前面 搖琴吶喊的 他背後很重要的因素 但其實要說 性別在整個 社會運動中 女性的這個作用 可能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題目 或許我們下期 有一次 都會把你對中 來參考 那種性 在社會運動中 的角色的跌 好 謝謝大家 今天來到 可唱的 不應用音樂可辦的活動 謝謝 謝謝 我評語大 就是 下個禮拜 我評語大